像他们有些是在庙里面站普跳童的那种观世音菩萨 是不是观世音菩萨本身呢 你想一想就知道了 你说菩萨会做这种事情了 可是有些同修告诉我 他说庙里面跳观世音菩萨的人 他一上升他也是流着眼泪 也是劝导人们修行的重要 很简单啊 我问你啊 有很多人去劝人家的时候 他不是观世音菩萨他流泪了 是是 你怎么没有智慧啊 你活了半天 你学了半天 你一点智慧都没有啊 观世音菩萨会跳的 因为他说 你听人家讲 你就听人家去讲吧 今天师父跟你讲 你都不听 你去听人家讲好了 对不起 师父我错了 你叫执着 讲都不要讲 调刀神的人 能够是观世音菩萨 我这扶着你了 那鬼愿意做好人的话 他在 读人的话 他掉眼泪 到了人的身体上中 那你也把它当成观世音菩萨 对不起师父 记得懂了吗 嗯 定要懂 好好开悟了 脑筋不开悟的 对不起 但是最后师父跟你讲 第一不要去执着地追求这些东西 能够悟到明白就好了 嗯 经常去想会想出偏差出来的 是是 好了 对不起师父 所以我第一次看 修行是最重要的 另外追求什么神通都是 假的 没有用的 是没有用的 嗯 因为自从我们想通了以后 这些东西 只不过是用来帮助我们度更多众生 对对对 一样东西而已 对对对 其他的都没有什么好炫耀 你想想看 没有什么好炫耀的 你看八万四千法门都是一条路 条条路都通罗马 很简单的 有什么 有什么话好讲啊 我可以告诉你 法门跟法门之间 佛跟佛之间 每一个人 大家叫我们说 八千过海各显神通 对不对啊 你能度多少人 你能让多少人开悟 你能让多少人觉悟 能够让多少人信佛 那天上菩萨很清楚的 在人间你有什么炫耀啊 你就是在有名的人 你不好好修的话 你照样上不去 对不对啊 对对 我们最终的目的不是为了在人间炫耀 不是在人间今天 哎呀你蒸我都 我蒸我蒸 对不对啊 对 什么都可以蒸的啊 连方丈都可以蒸的啊 人间本来都是一个假的东西 对啊 是给我们来修行的 如果我们不好好修 就浪费了这一顺了 对啊 就很浪费啊 浪费的不太好了 那些东西 像我们吃的东西 现在吃了觉得饱 过后也是饿了 又轮回 又在吃 又在饱 所以我们什么都带不走 就只有我们真正修了我们自己的自信 我们的真心 知道了 好了好了 好 好 好